最高法院在今天是驳回了双方上诉 维持被告王景玉无期徒刑判决 赤多公权终身权案定验 2016年3月28号 三岁女童小灯泡骑着滑步车和妈妈走在路上 罹患思觉失调症的王景玉忽然从后方铲出 推倒小灯泡 并拿出力道攻击 尽管妈妈企图阻止 还是阻挡不了悲剧发生 小灯泡跟我说因为她很想弟弟妹妹 所以要去接他们 但是我很伤心也很难过 我看不到她 她也看不到她的弟弟妹妹了 那爸她那个头都要干掉了 你看怎么可怕了 那么可爱的小孩 你们想想干这种场景多可怕 太可恶了 这一天受伤的不止受害家属 大批气愤的民众包围警局企图追打王景玉 民众自主发动走上街头 呼吁不能废除此行 我们也希望让家长们不要担心 让小孩子可以安全地成长 这是我们大家共同要做的事情 政府要负担起最大的责任 历经审判 小灯泡的父母对于王景玉的惩处做出这样的建议 对于治疗的态度消极 因此再度的发生了高危险的风险 绝非被害家族所能够忍受的 所以我们请求法院给举行的判决 不过最高法院认为 王景玉愿意吃药就能控制病情 因此判处他无期徒刑定验 小灯泡的父母对此深感遗憾 网络上更是骂身一片 判判的最后结果 宣告王景玉有一天可能逞返社会 而30年后的台湾接得住他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